嗨大家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這邊呢 我幾件事情要跟大家抱歉一下 一件事就是 Sorry 我現在是素顏 第二個呢 是這支影片完全沒有注意到 我前半段錄的 完全是失焦的狀態 但我保證到後半燈他就會恢復正常了 Let's continue 今天 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很重要的人 那他有多重要呢 重要到我覺得我的生命裡不能沒有他 那我們就來鄭重的歡迎 Mr.Luke 對 Luke就是我幫我手機取的名字 他的型號是iPhone 7 Plus Luke呢他是一個經歷了很多事情的人 大家都知道因為我非常的clumsy 所以他真的是經歷了大大小小的災難 Luke除了日常生活中有提供了基本功能之外 還有一些其他的 像是好用的跟我常用的app 想要跟你們就是來分享一下 那我們先講一下為什麼我對他有這麼深的 情節好了 他最近有一次是我在回家的時候 我在hold那個電梯門 然後我手個一滑他就直接從那個電梯的縫隙這樣 然後就掉下去了 自從上一次他掉下去之後 我就幫他取名叫Luke 因為我覺得Luke聽起來就是一個很強壯 然後很可靠的名字 所以 yeah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我的首頁了 首先可以看到我的桌面呢 是一個比較 比較簡約的感覺 因為我不喜歡他的背景太花 我會看不太到那個app是什麼 另外我也很喜歡比較手繪風的感覺 所以桌面就是一個玫瑰花這樣 首先呢先來介紹必須要有的app 第一個呢就是gmail 那我會把個人的email跟工作的email會放在一起 好那我們有一個小夥伴的加入 你要不要說你是誰 阿伯 你是阿伯 再來呢就是像Facebook啦 Facebook就是你知道for 看新聞啊 然後追追最近的時事 然後也可以看到最近家人朋友可能 近況update這樣 但是我自己比較不常在Facebook上面發文 頂多就是看到我覺得 哇很好看喔 天哪 好值得分享的影片或是文章 我才會把它分享出來 再來呢就是apple pay 因為我之前其實已經很習慣 就是使用這邊的錢包 像你可以看到我之前的一些信用卡 都有存在裡面了 那我也很習慣把登機證 全部都擺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很方便 所以這是apple wallet的部分 那下一個呢是 一定要有 不管你是不是跟我一樣很clumsy 你都一定要有這個東西 它叫做find my iphone 因為我是很常會找不到自己東西的人 例如像我的apple device蠻多的 可能有手機啦 有電腦 然後可能有ipad 還有我的airpod 所以利用這個app 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的東西在哪裡 再來呢就進入到我常用的app 我真的沒有在騙我最常用的app 其實前三名一定有youtube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在上面 不管是聽音樂 看影片 或是就是catch out我喜歡的youtuber 或是 所以這是我自己的頻道 我其實都很常在上面活動 再來第二個我最常用的app 當然就是 You guessed it Instagram 如果你還沒有follow我的話 這是我的Instagram 叫clumsy Cynthia 我在裡面其實基本上就是會發一些 旅遊的照片 因為我平常生活其實真的很無聊 所以沒有什麼太多日常的照片 沒有很多網美可以去什麼 咖啡店啊 然後拍照 所以你會發現我的照片 其實可能衣服穿都差不多 或是場景好像也差不多 那是因為我真的沒有照片可以發 但是呢 我日常生活其實很常會在我的線動裡面 所以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再來呢 就是Spotify 我自己時不時就會有一個新的歌單 那我如果有聽到什麼喜歡的歌 我會再把它加進去 通勤的時候聽啊 或者是 在工作的時候聽啊 什麼的 另外呢 像我之前在有一次IG的直播裡面有提到 我真的很喜歡一個 artist 他叫做 Love Sad Kid 那他剛好也有一個spotify account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follow一下 因為他的歌真的是很 療癒我 很棒 他的類型是屬於比較lo-fi music 所以如果喜歡的話 一定要去看一下 再來呢 就是我的Netflix啊 那我之前是買了一個Netflix account 然後呢 我有share給我姊姊的一個朋友 跟Ian這樣 我們就三個人一起看 我是覺得非常值得啦 那當然大家最近可能在Netflix上面看到就是 你的小孩不是我的小孩 是這樣講嗎 你知道那部戲吧 嗯 我個人的話還是比較習慣看美劇啦 我自己是一個很怕寫新畫面 但是又你知道 又很愛看那種懸疑啊 然後FBI CSI犯罪現場的人 所以呢 Blacklist是我最近又重新再回頭追的 那他總共好像有四個Seasons吧 我現在已經在Season 4 所以 Yeah 之前有看過像 Jessica Jones 然後Riverdale Pretty Real Liars 那再來呢 就是要很快的介紹幾個 我覺得很好用 你就是必須要有的一個APP 第一個呢是 OnOn 它可以連到你的Instagram的帳戶 然後你可以看到你所有的Layout 可以就是你知道先調一下那個色調啊 先看一下有沒有跟其他照片很符合啊 什麼的 這樣放上去就可以知道說 欸這個色調是不是還可以再調 亮一點啊暗一點還是暖一點冷一點這樣子 再來下一個是我覺得 學生很需要的一個APP 叫做CAM scanner 它是一個可以模仿去掃描檔的東西 所以 像以前有沒有老師啊都會說 你要就是掃描之後才能交作業啊 什麼的 那我就會直接用照相的方式 它直接把你scan成 就像掃描檔的東西 你就可以直接寄出去 或是說在工作上有時候要合約啊 然後要回簽什麼的 其實這時候就可以直接用簽完 然後就照相 我覺得超方便 而且真的很快 再來下一個是 For所有喜歡去旅遊的人 這是我一個朋友推薦給我的 它叫做Hopper 那這個APP呢就是可以幫你找到 還有近期你想要飛的這個航線 它的票價的變化 然後會幫你預測說 喔我覺得接下來 大概在什麼時候 會增加到什麼程度 或是說 我們有預期一個更便宜的價格 舉個例子好了 我一個台灣 然後我可能飛到 我隨便講 Osaka 它就會幫我找到大部分的航空 然後它最低的價錢啊 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它會跟你講說 You should book now 就是你應該要現在馬上訂 因為現在可能是 它們預期是最便宜的價格 這個APP其實它不一定是最準確的 但是我會把它用來先去監看整個 可能票價的起伏過程 在它可能說 喔我覺得你可以訂票的時候 再趕快上網去找最近的機票 因為其實我覺得航空公司 整體來說 其實可能大同小異吧 所以主要是看那個trend 好 最後一個呢 是我之前有在一個 Favorites video裡面有提到的 就是街口支付 那街口支付其實就有點像 你的電子錢包 然後我的話是綁我的信用卡 它時不時會有一些紅利啊 或是街口幣 可以直接折底現金 像我之前會辦 就是因為我很愛喝COCO 然後我家旁邊的那個COCO 就是如果用街口支付的話 就會打折 所以我那時候就 YES 然後台灣大車隊也會接受街口支付 像我上次去寧夏夜市 有很多攤販 其實在門口都會有個QR code 你直接刷一下就可以買東西 就可以不用在夜市一直掏錢出來 所以蠻推薦給大家的 最後就是一定要有的啊 什麼Uber啊 UberEats 這種的我就不用再多說了 因為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的人 怎麼可以沒有Uber或UberEat呢 是不是 我跟你講我修復App 真正有三頁 但是我真的會用的 只有 像Darkroom 然後偶爾Snapseed 那我近期呢 我跟你說我買了一個 犀牛盾的殼 希望它可以保護好look look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 我打從心底的 就是感激它 嗯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請按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你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正在這裡 然後我會見你們在我的下一項 啊 哎喲 欸 跟他說嗨 我覺得他對我來說 還有一些 哦 那我要開始錄一次哦 那我要開始錄一次哦 好 好